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再来聊一个刺激的话题 不管你们认为不认为刺激 我认为挺刺激的 这个媒体啊 假媒体啊 你知道有多少假媒体吗 媒体它要不要有点道德呢 这是个废话啊 肯定呢 这话是没有道德的媒体 就算是被收买的媒体 他也会摸着良心说我是清白的呀 对不对 咱们今天开始这个话题啊 我挺佩服谷歌一点是什么呀 谷歌它奉行一种不作恶的家族观 虽然啊 去年啊 它差点搞出一个什么蜻蜓计划 蜻蜓浏览器啊 但是呢 它经过这个1400名员工联名抵制 到最后是悬崖勒马 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作恶 这一点 2019年呢 我也说过它是一个反共年啊 就是说之前几十年都没有取得了成绩 今年就感觉就是一步一步一步在往前拱 就像那个过河族一样啊 在这个反共年的基础之上吧 又延伸出来一个新的战场啊 真假媒体 到处都是假媒体 到处都是大外宣对外的渗透 太刺激了 太好玩了啊 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假媒体的话题 以及作为一个媒体 到底要不要讲点道德 你要是觉得老黑的频道是一个讲道德 有良心 有底线的频道 可以花几秒钟订阅一下 感谢 好好好 咱们继续不废话了啊 先说说这个美国这个舆论的战场啊 媒体的战场 自从这个川普他当美总统以来吧 就没有停止过跟这种媒体的撕逼 就没有跟停止过互怼 没没停止过啊 而且川普他从一至终 他都坚持着一种说法 就是假媒体啊 我要跟假媒体作战啊 他说啊 美国啊 以及这个全世界啊 很多地方都充斥假媒体啊 这些假媒体去误导大家的视线啊 就混淆大家的这种这个价值观啊 对啊 可以说这个假媒体 他在给整个地球洗脑啊 刚刚是我都不信 后来我慢慢慢慢发现 哇操 这个世界真的太邪恶了 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啊 你看现在呢 川普其实他也用不着别的媒体替他做宣传 川普他本身自己 他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媒体了 你看啊 时日今日了 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啊 从来没有停止过继续去攻击川普啊 你看这个他 即使都对于川普吧 他找不到任何证据 这个通俄门找到证据 纽约时报 他还是在想进各种办法给川普 挖坑实办的给川普添堵 以川普的性子 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 我给你客气啊 你怼我我也怼你啊 是吧 你搞我我就要把你给 我就给你把你给怼回去啊 很有意思一点啊 咱们看看推特啊 纽约时报推特的粉丝呢 用户呢是4300万左右 4300万 但是川普呢比他还多呀 川普粉丝用户达到了6100万用户啊 比纽约时报高了三分之一 你虽然说这个纽约时报老派媒体 但是真的硬碰硬硬怼起来 我觉得纽约时报未必能怼得过川普啊 是吧 那想想 民主党 美国民主党还有这个纽约时报 他为什么总是想往死里去搞川普呢 其实很简单呀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去影响2020美国的大选 就算是搞不住川普也得把这碗水给搅浑呢 把这碗水搅浑呢 外人的看里边的看浑呢 看了这浑呢 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媒体 他老是骂川普呢 是不是说了也有点道理啊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 他们为的是这么一个目的 总会去模糊一些人的判断 从而拉低川普的支持率 只要川普在2020大选落败 那么就等于是救了老共一命啊 所以说老共他为了这个苟延惨恨啊 也是拼了老底 在背后去给民主党 去给那些各路媒体 进行各种利益输送利益捆绑 各种那种许诺 这样啊 只有这样等到川普明年 要是把他给搞下台了 没有连任上 这样老共殉命了之后 他才会给民主党跟那些假媒体 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 这都是money 都是dollar 西语叫dollar 这几天啊 还有一件无所关注的事情呢 就是说是台湾馆长发起的台北623凯道游行 其实目的很单纯 他就是反对红色媒体嘛 把红色媒体赶入台湾 这前几天我也曾做了个视频 呼吁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去参加游行 我今天呢 我依然希望这次游行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不分蓝绿啊 只要是在台湾的都可以参加 你们都不想被骗吗 你不管是蓝还是绿 你们都不想被媒体骗吧 对不对 那么就你们就可以参加吗 为什么我支持这次游行呢 台湾游行 我不是为了抱馆长的大腿蹭热度蹭粉丝 我也不是为了拍台湾人的马屁 因为我深深的知道 知道这个虚假媒体的危害 我以前我搞过几年自媒体 我也看过一些书 我知道这种虚假媒体 对人的伤害是有多大 人的精神层面 媒体它影响你的精神层面 影响你的思想 你的思想将会影响你的行为 你的行为将觉得你的一生 过了幸福不幸福 知道吗 问题就那么严重 当一个政党如果说他控制了媒体 他们就可以对人民输送各种具有倾向性的这种诱导信息啊 几十年 潜移暴发下来之后 整个大陆十几亿人都被洗成了傻瓜呀 哎 你要想你要是在中国搞一个投票 支持武力统一台湾的投票 百分之九十都支持统一台湾 武统台湾 那是老共他不敢打 他不敢搞这个投票 知道吧 老百姓都是傻的 他们是愿意去打台湾的 他真的愿意打他 真的以为自己打得过美国啊 这就是媒体的力量 这是不断洗脑的这个力量 不光是中国大陆 也有台湾 也不光是台湾 甚至北美 澳洲 欧洲 那里人民 他们都被各种大外宣收买的媒体 进行各种的误导宣传 其实人性都差不多 你不要看这个欧美国家 文明富裕 实际上人们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这个思考问题的能力 其实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你说只要当这些大外宣的媒体 不断的向整个地球去输送 带有这种宣传色彩 而不是真实报道的信息的时候 那就是给全世界那些 分辨能力不强的人 对他们进行洗脑 这媒体的媒体战 第一个战场在美国 第二个战场在台湾 这两件事都是 关于真假媒体的战争 真假媒体的战场 前几天我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有观众在留言区留言说到 他说既然是言论自由 那么媒体想说什么 你管不着 不犯法 言论自由 要给媒体言论自由 这句话没毛病 那我今天我回答这位观众 如果一个媒体没有职业道德 那么这个媒体就不配拥有言论自由 我坚持我这个观点 如果一个媒体没有职业道德 他就不配拥有言论自由 我重申一遍 我举一个例子吧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他们首要的目的 我来问你们 医生他们首要的目的是要救死扶伤 还是要赚钱 那肯定了 99%的观众都会说 那作为一个医生 首要目的肯定是要救死扶伤了 对不对 你看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 只要是本着治病救人的这种行医理念 我敢说 我敢把命交给医生 就算被你治死了 我认命 那如果医生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呢 他会先把你治到倾家荡产 然后再把你治死 那样的话就死不瞑目了 是吧 我死了 就算我被治死了 我还想给我的家人留在家底呢 是吧 如果说一个医生 他是为了赚钱的话 他会先把你 你先制制到倾家荡产 再把你治死 你中国60%的人啊 在死后呃 在在死前28天花掉了60%的积蓄啊 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那为什么举这么一个例子啊 我想说这个关于这个媒体吧 你不管你是亲共媒体还是反共媒体 啊 就算你亲共了没问题 但那就是如果说他们的新闻吧 都是出于一种职业媒体人的道德啊 说出自己的观点 并且加以佐证 那么这就不算是有失职业道德了 但是啊 现在这个事实表明啊 那些大量存在的亲共媒体 他们之所以这些媒体在海外宣传这些厉害国 宣传一带一路 其实背后他们都是有利益勾兑 有利益捆绑的 啊 都是有那些资金在运作的在输送的 你那些媒体 不管是纽约时报还是什么中天新闻啊 你所报道出来的新闻 你所传出传出的观点 你不是出于一个职业媒体人的职业道德跟良知 而是背后有金钱利益在驱使 那么对于这样的媒体 我认为就并应该给他言论自由 甚至啊 应该对于这些媒体进行行政处罚 甚至取消他的营业执照都可以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 就是这么被玩烂的 媒体啊 应该要独立啊 而且你现在看看 看看油管 YouTube 现在是自媒体人 的春天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自媒体人的春天 那还不是因为假媒体太多了 给了我们这些自媒体人空间吗 谢谢你们这些假媒体啊 没有你们这些假媒体 我自媒体做不起来呀 对不对 讽刺 你看 与其你们看到一些什么满嘴 官话的那些满嘴假话的那些官方媒体 你还不如去关注我们这些自媒体 起码我背后没有资金支持啊 没有人给我塞钱告诉我老黑哪些话题你该说哪些话题你不敢说老黑这钱你收着啊以后你就按照我们说了那给人那些信息去说没人给我塞钱呢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就我就可以说我想畅口预言表达我的观点哎呃我就是哪些话不该说哪些话该说这个我自己啊我自己就判断啊我不用别人去来贿赂我啊我所有的内容都是发自我自己的内心 就算是某些观点不成熟逻辑有点不严谨嘛但是也不会对观众造成多大的误导跟伤害啊 而且我也是虚心接受批评的 接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可以在底下留言吗我是接受批评的 而且我现在我看到我许多朋友们他们就是说呃油管的频道的固定就是那几个自媒体人他们每天吃饭的时候手机往那一放就放他们的节目啊都是自媒体人不看官方媒体了啊这是自媒体人的春天呢是吧 正是因为什么啊正是因为这些自媒体人能让人获得真正的资讯能够让人深入的思考所以说啊没订阅我的你赶紧订阅不好意思打个广告啊只有是广告好了好了咱们再继续再说这个话题啊 呃你说纵观现在地球上的这个两件大事啊那个近期啊G20啊贸易战香港这个反送中你等我远的看往大了看是什么呀那就这2020总统大选年 啊各种假媒体肯定是卯足了进吗去进行各种意识形态的诱导啊去救到观众啊你看英文媒体肯定会一个劲的去黑川普啊中文媒体那肯定会一个劲的去黑蔡英文啊因为这两个总统都跟老共不对付都要搞老共啊对吧所以说就要黑吗在此啊我就呼吁大家吧啊美国台湾这两个媒体战场啊 就只认川普跟蔡英文这两人就好了啊呃明年呢就支持这两个人当农农啊其他人呢咱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收买有没有被塞钱咱们这都不知道对不对 就是川普跟蔡英文虽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他他不是最坏的选择哎而且像川普他这几年在做的成绩大家都看到了什么进木令呀什么建墙呢股市往上涨呀税收下降呀失业率下降了哎这个指导业回流啊我靠 川普再说几年能干出了这么多成绩哦这真是历史少见了啊呃在这里我可以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啊如果以后你看新闻有黑川普或者说是黑蔡英文呢啊你应该首先你这条件反射去看看我操作哪个媒体说的媒体什么名字我谷歌搜一下你看你可以搜叉叉媒体或者说是叉叉TV啊或者在杠一个啊在空格大外宣啊就关于这家 这家媒体有没有跟大外宣勾结啊谷歌马上就能知道了啊起码就是说呃嫌疑重不重你马上就知道了你就知道这个媒体他你可以判断出这个媒体他是不是假媒体有没有被收买成为红色的媒体啊呃如果说吧当你能够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被那些假媒体左右的时候吧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很爽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很爽的打个冷战很过瘾的知道吧来到最后了 这这个今天这个视频也快说完了我再说一小段吧啊大家都知道吧在美国澳洲吧都有着这些大量的哎贪官家属哎贪官子女啊贪官的情人小三炮友之类的太多了他们都在这种北美澳洲啊住着大别墅啊享受着人生啊住着海景别墅哎呦还有很多人他们自己开公司啊自己进行公司的这绝对不在少数呃那大家认为这些 人的哎这些贪官的家属过去的在那边开公司的啊是拿了护照的有投票权的明年他们会把选票投给民主党呢还是投给共和党呀啊如果要是投给这个民主党人啊你按照这个民主党的造型他八成会从选民手里面去加税加税之后呢培养懒人呢哎然后再次敞开大门欢迎难民呢啊继续搞到那种劫富济贫的那一套呀啊 所以说啊就算是那些贪官家属跑到美美北美澳洲拿了那些护照的哎他们想要减少自己的税收支出呀他们依旧呃会支持川普继续连任川普减税吗川普知道要回流吗是吧肯定会支持继续支持川普哎就算是中国在美国的就算中国的贪官在美国的家属哎为了财产保值他们都会支持川普哎这就是 屁股决定脑袋啊啊你说这个历史上吧稍微再多说两句啊你说近100年吧这个民主党吧除了一个罗斯福总统让美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之外其他的系列的民主党总统吧都在坑美国人都在都跟美国人挖坑你说这个杜鲁门总统他是民主党1949年到1948年他坑蒋介石没有跟蒋介石援助结果让老贡 决定啊夺了江山这就是等于给美国人美国树立今天的这个树立的这么一个敌人吗啊你看卡特他是卡特总统他是民民主党啊当年那个中东巴列维他做伊朗国王搞这种世俗化白色革命改革的时候正好遇到这个霍梅尼革命吗卡特总统的见死不救霍梅尼找卡特球就卡特见死不救结果被霍梅尼就又又又又回到了那种 原教旨主义的那种那种国家吗所以说卡特总统就培养起伊朗伊朗啊这么一个敌人你看克林顿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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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总统吧他是民主党他硬是把老共给拖进了WTO世贸组织里面造成每年几千亿美元的逆差 这个奥巴马民主党总统在为八年没出什么成绩给川普留下给美这个烂腾子你看看现在川普现在面对的问题面对这个老共贸易热的问题面对这个 一系列问题都是那些民主党人他搞的烂摊子是吧然后现在这个川普他们在去收拾这个烂摊子真的明年选共产党选川普啊真的是对大家谁都好好像又说跑偏了好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喜欢的关注 欢迎友善的批评好了咱们下期再见